来看看斑斑动物园13.0 众所周知 奥特的斑斑动物园 已经还原了十种官方版几项物 现在呢不算同人版 咱们还差小黑子和大褲衩没有还原 所以今天奥特就挑战在动物园里 把小黑子和大褲衩给加进去 我相信这要是还原出来 你一定会收获很多赞吧 那么咱们先来还原大褲衩 可以看到大褲衩的身高 其实是最矮的 所以呢咱们的大褲衩也不能做得太大 做好身体部分之后 只需要再给它加上一点点的小细节 妈妈呀是胖酷茶 问题不大 咱们再给它增加一点点的瘦脸功能 这样来看是不是好多了 接下来只需要在完美复刻上 斑斑花园的英文字母 属实是有那味儿的 这不官方版的所有吉祥物 咱们都还原出来了 然后奥特又打造了一个小型小黑子 朴飞乌斯 并且当时间来到晚上之后 这个小黑子吉祥物 就会诡异地盯着所有游客 怎么说 觉得诡异的小伙伴 可以把弹幕打在宝库上 那么面对如此多的吉祥物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 好的 现在看到的就是 咱们目前为止 斑斑洞员 还原的所有吉祥物 于是奥特就在想 咱们除了斑斑洞员 以后还可以打造其他类型的动员出来 在去年 奥特就打造过一个海绵宝宝动员 那么 如果你有好的想法 你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感谢收看 我是奥特 下期见